第175集 如果损失了 那就真的少了一员大将 一声巨响 整个床更是轰然倒塌 叶辰依然没有停手 真气凝聚 一直点出 整个房间光芒万丈 断骨重生之术 石 随着叶辰最后一句话语落下 一切回归平静 叶辰呼出一口浊气 看向罗刹 只见他满头大汗几乎昏厥 他知道这种疼痛 非常人所能承受 立即取出一颗丹药 直接给对方喂下 随后看了一眼罗刹断臂的位置 那里正流转了一道 隐隐的光泽 极其诡异 等三天 你的断臂应该会有所改变 我也是第一次施展此书 如果失败 就只能采取第一种方案 这三天切记碰水 我会让乌相明照顾你 罗刹此刻清醒了几分 对着叶辰道 谢谢大人 不用如此客气 你的断臂因我而断 我自然要帮你恢复 好了 我还有事 先出去一趟 叶辰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七点四十五了 也该动身了 江南省湖西公园 早上八点零三分 一辆商务车缓缓停下 叶辰下了车 扫尸一眼周围 便注意到湖边的长椅上 坐着一个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穿着一件黑色风衣 目光正凝视着笔波湖水 虽然没有任何动作 但是叶辰能够感觉到 对方身上散发着强者气息 甚至让人觉得极其危险 华夏宗师榜第九名 江建峰 叶辰直接来到了江建峰的身边 还没说话 江建峰就开口了 你迟到了整整三分钟 如果是别人 他可能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 叶辰冷笑一声 直接道 我父母在哪 江建峰眸子一宁 你的脾气倒是像你母亲 喜欢直来直去 别跟我废话 当初是你带走我父母的尸体 你自然知道他们在哪 如果你不说 我不介意让你变成一具尸体 叶辰做好了随时引动 第三座墓碑的打算 一位强者问世 换父母的下落 值得 江建峰抬起头 看了一眼叶辰道 我有些时候真的很好奇 你的狂妄到底来自哪里 五年前的你性格如此懦弱 是什么让你变得这么强势 还有你的实力 又是来自哪里 我动用一切手段都调查不到 真的很奇怪 叶辰被对方搞得有些恼怒 杀鸡释放 我不想说第三遍 我的父母现在在哪 我告诉你又如何 他们在京城 江建峰开口道 我很讨厌你的语气 再怎么说 我也是你舅舅 是你的长辈 或许我说错了 你们一家子 江家从来没有承认过 你没资格当我的外甥 你知道江家上上下下 怎么称呼你的吗 孽种 卑微的孽种 当年你母亲生下你 江家检测出你垃圾的帆根 差点将你摔在地上 化为一片血雾 如果不是你母亲 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或许你就没有资格 站在我面前了 听到这几句话 叶辰毛子满是血丝 愤怒充斥全身 他身上的滔天煞气 爆发出来 他猜到了开头 却没有猜到结果 他体内流淌着 江家的血没错 但却是江家口中的孽种 他脑海中 甚至浮现出 当年母亲跪在地上 求那人放过自己的画面 触目惊心 为什么 难道自己的存在就不应该 开什么玩笑 他的命格连天道都没有资格触碰 他从生下来就注定是拟天之人 他更是轮回墓主 他的诞生只会是全人类的瑰宝 江家 又是江家 他们有什么资格否定自己和父母 这一刻轮回墓地震动 无尽血煞缠绕夜沉的全身 一条血龙仿佛从夜沉的身体中涌出 冲向天际 更是在九天之上 仰望着无数蝼蚁 凡人 看到这一幕 江建峰嘴角的冷血 肘然凝固 他能感觉到 苍穹之上的那条血龙 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这一刻让他心惊 甚至让他觉得渺小 他看向夜沉 心中掀起万道惊涛海浪 这小子居然能引动这种恐怖异象 怎么可能 在江建峰眼里 夜沉虽然身上充满着不确定 但是终归是一个蝼蚁 如此蝼蚁 他轻轻松松地就能碾压或者命杀 可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第一次知道夜沉斩杀了远景福 便把夜沉当成玩具 他想看看这个玩具 能撑到什么时候 他曾经和自己的手下对赌 赌夜沉撑不过三天 却没想到 这小子无形打了他的脸 一次又一次 只不过瞬间的惊讶而已 但是此刻 那头顶血龙虚影 仿佛藐视苍生 仿佛披靡天下 这种异象所产生的震撼 多少人能理解 多少人能感受 有那么一个瞬间 他甚至觉得夜沉威胁自己的话语 真的可能成真 他可是宗师榜第九的存在 能让他感觉到畏惧的有几人 虽然有 但是绝对不会是面前这个孽种 可是眼前这小子 真的是孽种吗 华夏武道局有一句传说 在今天之前 他一直嗤之以鼻 这句话说的就是此情此景 他本以为根本没有这种异象 但是这一刻真的出现了 他亲眼见证了一个少年 体内冲出一条血龙虚影 甚至耳边还有淡淡龙吟传来 难道这孽种 就是那位杀戮斩尘士的存在 怎么可能 此子不是樊根吗 不是没有修炼天赋吗 眼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难道当初检测错了不成 无数的疑惑缠绕在江建峰的脑海 他的眸子复杂到极致 就在这时 叶晨继续开口了 江建峰 我想知道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告诉我 他的语气不像是询问 而是命令 态度极其强硬 如果换成平常 江建峰可能早就动手斩杀了 但是此刻 苍穹之上的血龙正死死的盯着他 冰冷的微压覆盖而来 很是难受 江建峰怕了 真的怕了 鬼知道为什么会突然生出这种感觉 他看了一眼夜沉 咽了咽口水 开口道 这件事 要从几十年前说起 你母亲成年之后 竟然觉醒了 西式灵根 灵根意味着一个人的天赋和实力 一时间 你母亲成为花下的天之娇女 江家风光无限 可惜 问题出现了 你母亲纵然有着极强的天赋 却没有一颗修炼鼓舞之心 甚至对鼓舞极其的排斥 为了躲避修炼 天天想着法子离开江家 因为她是江家的至宝 江家人也对她无可奈何 甚至连打都不愿意 或许就是因为这种纵容 你母亲肆无忌惮 更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 来旅游的叶天正 也就是你的父亲 两人坠入爱河 不顾一切阻碍 等到江家发现 已经来不及了 你母亲怀有了身孕 更是偷偷和你父亲 在江城成婚 知道此事之后 族长震怒 当初江家察觉到 你母亲无心修炼 已经给你母亲准备了婚约 同样是身怀灵脉天才 一旦两人成婚 生下的孩子 必然是顶级天才 很可惜的 你母亲选择了你父亲 一个卑微的普通人 本来你父亲要死的 但是你母亲 为了救你父亲 不惜选择离开江家 永世永生 都不得踏入江家半步 本来江家对你还有期望 当检测到你的灵根 彻底跌到谷底 江家的血脉再不济 也不可能生出一个繁根 生出一个废物 你对江家来说 就是一个孽种 一个最大的败笔 你不用瞪着我 我只不过再说一个事实而已 夜沉冰冷的眼眸收了回来 继续问道 当年云湖山庄发生了什么 那个龙叶又是什么来历 告诉我 你应该知道他的下落 这一次江建峰没有回答 而是道 当年云湖山庄的事情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水很深 你不要知道的好 虽然我看不起你 甚至曾经想杀你 但是见到你之后 我改变主意了 你现在不应该死 因为我想看你去京城 搅乱这个已经不可控的局 如果我一定要知道呢 夜沉冷漠的声音落下 苍穹之上的血龙虚影 仿佛在咆哮 在愤怒 江建峰依然摇头 你威胁我也没有用 那血龙虚影虽然危险 但是想杀我也没那么容易 而且云湖山庄的事情 疑点重重 哪怕现在我依然在调查 我一直都想不通一件事 那人为什么会突然对付你们一家 我曾经问过你的父母 但是你的父母 根本不理我 夜沉看了一眼江建峰 对方没有试探的意思 看来江家不知道黑色石头的存在 当初摇金谷只是说龙爷在寻找什么东西 并不一定是乘在轮回墓地的石头 可能母亲手里有另外的东西存在 我父母在京城什么位置 今天就带我去见他们 夜沉开口道 他期待这一刻太久了 江建峰拒绝道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不光你见不到他们 甚至现在连我也见不到了